孙悟空 话说这孙悟空呀 在须菩提祖师那儿学成归来后 回到了花果山 他忙手舞足蹈的跟猴子们交代 自己这一路奇妙的经历 他还用法术把附近城里的兵器 全都变了过来 分给猴子们 并教给大家一些防身的武术 猴子们个个有了好兵器 练得可起劲了 可是慢慢的 孙悟空就有些郁闷了 为什么呀 因为呀 他自己还没找到 用着顺手的兵器呢 这时一个老猴子告诉他 听说东海龙宫呢 有很多宝贝 要不带王 您向那龙王套一个 悟空一听 高兴的直拍大腿 好 那我就去东海龙宫耍声一耍 说完 悟空就施展法术 没多久啊 就到了东海海底的龙宫 见到老龙王后 悟空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老龙王呢 先是上下打量了一番悟空 心想 这猴子伸手不凡 还是不要得罪他了 他要武器就给他吧 于是 龙王向手下使了个眼神 才一会儿啊 就见虾兵蟹将们 抬了把大刀上来 悟空拿起大刀看了一会儿 不满意的摇摇头 又放了回去 龙王眉头紧皱 摆摆手 让手下把大刀抬下去 不一会儿 几个虾兵 又一起 嘿秀 嘿秀的 抬了一把九谷叉上来 悟空看见了 便从座位上跳了下来 轻松地把九谷叉 揭在手中颠了颠 说道 哎 这也太轻了 不要不要 说完 悟空就随手把九谷叉一抛 虾兵们接不住 被压在地上 哇哇地直叫唤 龙王一看呢 气急了 直接抬手说 给我把那方天画戟抬上来 这下 悟空等了好一会儿 才见到十几名蟹将 哼哧哼哧地 抬着一把方天画戟上来 龙王得意地说 这戟有七千二百斤重 你要是能拿起来 龙王话还没说完呢 只见悟空只用记忆之手 就毫不费劲地拿起了方天画戟 嗯 抛到空中 转了几下后 又还给了龙王 龙王慌张地接住了方天画戟 差点摔倒在地 幸亏龙后出现 接住了龙王 悟空摆摆手 哎 没劲没劲 还是太轻 这时 龙后悄悄对龙王说 大王 不如我们去带他看看定海神针 早点打发地走算了 龙王一听 连忙摇头 不行不行 那可是我东海的定海神针 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贝 怎么能给他呢 悟空的耳朵灵光 龙王与龙后的对话呀 全部被他听到了 于是他就吵着闹着 要去找那定海神针 龙王拗不过他 只好答应了 众人刚来到 放置定海神针的地方 结果呀 这神针 忽然就闪出了万道金光 亮得大家睁不开眼睛 悟空上前一摸 发现这神针 竟然是一根 粗大的铁柱子 要用两只手一起呀 才能把它圈起来呢 等金光消失后 悟空才看到 这定海神针 又高又直 都快伸到龙宫顶上去了 这下悟空犯愁了 这铁柱子看起来是很不错 要是再短些细些就好了 哎 说来也神奇 那柱子呀 好像听懂了悟空的话 咻的一下就变短变小了些 悟空高兴坏了 又继续说 再小些 再小些 那神针啊 就用咻咻几下 变得越来越小 等到柱子变得像一根木棒这么长时 悟空就爬起来看了看 只见这宝贝中间有一行字 如意金箍棒 嘿嘿 悟空高兴极了 拿着这宝贝啊 连耍了好几圈 一时间 龙宫被搅得摇摇晃晃 龙王吓得呀 帽子都歪了 悟空剑已经寻到宝贝 便直接挥着金箍棒 飞出了龙宫 临走前还得意地对龙王说 多谢龙王赐宝 龙王暗叫不妙 便扶着帽子想去追悟空 可惜啊 为时已晚 龙王只能心痛地垂胸大喊 我的定海神针啊 之后悟空回到花果山 把那金箍棒往地上一立 猴子们就立马围了上来 挠着脑袋 左看看又看看 没觉得这铁棒 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这时 悟空啊就得意洋洋地 对金箍棒说 变小 金箍棒就变成了一根 小小的绣花针 让悟空藏到耳朵里去了 猴子们惊讶地一阵欢呼 悟空又拿出来说 变大变大 金箍棒就越长越高大 最后啊 直接长到了九霄云外 哎呀 这下可不得了了 天庭上的神仙呀 都被这突然冒出来的 大铁柱惊动了 他们得知 原来这是下面的一只石猴 搞出来的事情 于是 太白金星就向玉皇大帝建议 禀告玉帝 这石猴已经练成了 一些神仙的本事 我们不如让他上来 当个小棍儿 这样就不用想方法 去收复他了 玉帝听了 觉得很有道理 就把悟空召唤上天庭来 给他封了个 叫毕马温的官职 悟空得了金箍棒 又可以当神仙 开心的呀 走路都要飘起来了 好了 水晶宫戒宝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咯 接下来就是皮皮的 小讲堂时间啦 在故事里 我们知道 孙悟空是去到 东海龙王那儿 借到了金箍棒 其实啊 除了东海龙王 还有西海 南海 和北海的龙王呢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 龙王可是非常受百姓 欢迎的神仙哦 他们不仅掌管着海洋中的生灵 还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呢 所以 每遇到干旱的情况 古代的百姓 就会向龙王求雨 希望他们能给人间带来丰富的雨水 小朋友们是不是也觉得 这龙王非常的厉害呢 那接下来 当上毕马温厚的孙悟空 又会有什么奇遇呢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哦 皮皮与你们不见不散